觀眾朋友歡迎收聽早晨財經術解讀 今天是2020年4月7號禮拜二 最最最最直觀的一個消息 就是英國首相強森在早晨時間 台北時間已經傳出 因為新冠病毒症狀已經入院 而且進到家戶病房了 首相的一個情況是持續的惡化 所以在整體的一個消息性衝擊上 是否會影響今天雅股的一個走勢 或者雅股開盤後歐股的一個走勢呢 這就是待會兒我們來為各位做一些分享和借鏡的 因為目前強森的一個情況 其實不是很樂觀 所以才會去家戶病房 但是昨天 昨天美股整體的表現 是非常非常的亮眼 美國股市已經創下了 兩週以來最大的漲幅 全球幾個疫情最嚴重的地區 均出現了新增病例成長放緩的情況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整體的一個確診病例還是快速上升 當然是這個快速上升 有一種平坦化的一個趨勢 速度沒有這麼快了 那整體昨天標普拍指數盤中 是甚至漲到了7%以上 就是3月13號以來的最高水準 那紐約州州長古莫表示 說目前新增死亡的數字表明疫情 已經在高位附近回穩 也就是說可能最壞 最慘的一個狀況 可能就是現在了 所以整體意大利新增死亡病例 也是創下了三週以來的最低 法國出現了疫情好轉的早期跡象 新增病例的數量似乎也要穩定 但是清明年假大陸才到處走透透 所以大陸有沒有可能爆發第二波的一個疫情感染 待會我們有時間也來為各位做一些想法和借鏡 好那台股昨天一樣 台股昨天是一度翻黑 我都覺得完了完了 就是說果然台股只是曇花一些 沒想到最終還是由全知股領親 防疫概念股持續的助攻底下 持續走高 最後是大漲了155.1點 說在9818點 佔上了9000點的整數關卡 成交量是1497點 佔上9800點的整數關卡 那我們 從一個 比較 總觀一個一個總經一個長期的角度來看 其實 第一次台股的一個盤整區間 差不多9000就是一個長期主體關鍵 也就是說呢 從目前整體全球疫情的情況來看的話 似乎全球股市都在進入了一個 似乎要打底的一個階段 我們要打底不可能從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看得出來 從長期角度來看 沒有打底是這麼快的 打底通常平均都大概一季的時間 至少 講的是至少要一季的時間才會打底完成 所以各位如果覺得 是差不多該進場的區間的話 那麼 老實說啦 現在利空因素也不是那麼多 所以想要進行佈局的觀眾朋友 第一個 我們再會提到的 黃金還不用賣 黃金又回到了這個 七年以來的一個高點 所以黃金我還是不建議大家一定要出清 黃金是拿來做資產配置用的 拿來防止美元未來回貶的跡象 美元現在還是很強喔 那這麼大量的貨幣寬鬆 未來遲早讓美元往貶值的方向走 所以這個時候黃金就值錢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不管從這個債市的角度 黃金的角度 股市的角度 基本上從資產配置的角度 沒有任何一項是必須要快速的出清 債市是可以出清一點點 但是股市如果從佈局期來看的話 基本上 差不多 差不多就是整體的第二季到第三季 左右進行一些佈局 追一個 追一個川普前的一個上攻機會 這個就是 目前整體投資人所期望的一個趨勢 OK 那整體我們說過 從本週開始 4月7號今天 大量的個股的營收報告都會出爐 所以今天我們就稍微先探討一檔 多先探討大力光 今天來講一講 紅海三月份營收的一個狀況 三月份雖然營收是大幅的要盡 但是 年減率仍然是12% 什麼意思啊 就比去年還是盡早的12%啦 因為整體啊 整個銷售 這個需求啊 其實在很快速的一個影響底下 需求已經不給力了 尤其 雖然紅海在 供給面上啊 其實在三月中 就已經幾乎是全面復工的狀態喔 但 仍然仍然無法大量的生產 或者說報復性的一個 生產反彈原因在於 第一個是 中共啊 對於整體復工的一個嚴格管制 那第二個呢 來自於啊 就是全球的需求啊 大幅的下降 訂單量大減喔 所以 整體紅海的一個營收啊 雖然看起來不錯 但是也沒有比預期好多好 OK嗎 好那接下來我們會探討一下 昨天啊 有非常多觀眾朋友 問了我差不多相同類似的問題喔 他講的是 全球的封鎖效應呢 讓整體的消費市場 進入一個通縮狀態 可是這個通縮狀態 我們都很清楚啊 明明聯準會就已經實施了 無限QE量化寬鬆喔 我們常講 QE跟公開市場操作 最大的區別 來自於QE是 高度宣誓性意味 他會把任何 任何時間點 發多少錢 什麼步驟 該怎麼發 講得非常清楚 這一次 他雖然講得很清楚 但是也是不清楚 什麼意思呢 這一次叫做 無限制量化寬鬆 我也不告訴你 我什麼時候花 我也不告訴你 我什麼時間點會花 但是呢 我告訴你 我一定會花到死 因為無限嘛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 其實市場也不是很能夠抓得準啊 到底這一次無限制的量化寬鬆啊 最終最終啊 會花到多少錢喔 現在啊 美元的這個 聯準會的資產負債表 大概是五兆元左右啊 在短短一個月之內 增加了一兆 美元的一個 整體的一個資產負債表 所以你到底 聯準會 這一次所釋放的一個資金啊 有沒有有助於瓦解 整體的一個通縮危機喔 這個是我們今天 特別來跟各位做一些探討的 因為大家對這個問題滿有興趣的啊 我說過 我們的節目啊 其實 節目的走向由觀眾來定奪 你們問什麼問題 那 我就 回答什麼問題 就這麼簡單 好不好 提供給各位 好 那最後 目前勞動部所公佈的一個無薪價 基本上 大概在八千人左右 那 預估啦 預估在第二季左右啊 最高最高大概會攀升到 兩萬人 也就是說 兩萬人在台灣可能是無薪價的喔 那 這個數據啊 看起來是 蠻慘 但是呢 其實跟08年比起來還是差遠啦 08年當時的整體無薪價 大概有二十萬人左右啊 那 現在最高最高 預估也頂多就是兩萬人 所以 整體的一個衝擊影響力道 沒有這麼大喔 反而觀眾朋友不用特別擔心 因為 有網友特別問我嗎 哇 這無薪價兩萬人 是不是很恐怖啊 會有影響啊 但是呢 遠遠不及08年的恐慌數據 好不好 這邊提供給各位啊 當然喔 無薪價其實 最好的一個好處 這個 我們這個前副總統啊 吳敦毅曾經說過啊 當時被人詬病了 他說 他講了 他在這個記者會 這個之後呢 不小心被錄到聲音 他講了一句 在08年的時候 他說 發明無薪價的真是一個天才 為什麼 因為 無薪價不列入失業人口 所以 其實 無薪價這個詞啊 其實是 很有爭議性的喔 就是說 你放了無薪價 你雖然有工作 但沒有薪水 那跟失業其實沒什麼兩樣嘛 對不對 好 觀眾朋友如果喜歡我們節目 可以訂閱我們的 有聽號的財經號角 明天早上幫你幫我們 根據國際的財經時事來 對這個 國際的財經時事來做一些分析 和解讀喔 那我們的一個 音頻啊 也會上傳到 Podcast和SoundCloud上面喔 供大家做一些參考喔 大家有任何問題 其實在直播中當中 跟我們一起互動啊 我都很樂意為大家做一些回答 好 那我們馬上來看一下 昨天晚上 美國到底發生什麼事喔 居然在強身進入加護病房的情況底下 四大指數還是飆了7% 最直觀的原因啊 是因為 強身進加護病房的時候 美國已經收盤了 哈哈 昨天啊 昨天其實 主要是說到歐洲和美國 確認人數的一個趨緩狀況 提倡了這個華爾街的信心 那週一的時候啊 包括波音 美國運通 等等 能源航空概念 很慘喔 這個巴菲特才說 他要開始出新航空類股啊 結果 波音就開始漲了齁 晶片股 這個科技股啊 基本上表現也不錯 四大指數 是掌聲士氣啊 同步飆升 大概有7%左右啊 那整體全球的一個 武漢肺炎疫情呢 目前超過 130萬人染疫 有7萬2千人已經死亡 美國確診人數來到35萬人死亡 已經破1萬了喔 那針對目前美國上週四新增確診 大概有3萬例 上週五是3萬2千例 上週六是3萬3千例 但是在周日 周日的時候啊 減少到了2萬8千例啊 整體這個增加的幅度 減少了4千例啊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其實 至少啊 至少對於美股本身來講 是一個 利空出盡之後 唯一的一個好消息了齁 那當然黃金啊 在昨天已經 再度三日攀升喔 上漲了3.2%喔 那整體上漲空間 最後已經來到 1693塊美元喔 觀眾朋友 我曾經跟各位說喔 黃金就是 我們在整個時局動盪當中的一個 不確定性因素的一個 配置必要 就是說 買黃金不一定是真的想要佔它的價差 只是為了防止 我們在股票上的一個 曝顯部位太大 就是說 股票跌太多的時候 至少黃金 它整體的抗接性會比較高一點喔 所以整體的一個黃金狀況來看的話 依然依然 未來一定是看好 原理很簡單喔 黃金 避兩個險 第一個 避這種戰爭啊 恐慌性消息的險 那當然前陣子啊 這麼恐慌黃金都跌的原因來自於啊 市場已經恐慌到不理性 也就是說 你必須要很理性才會發現 喔 這個股票不值錢呢 所以黃金值錢 所以我是有理性的恐慌 會把錢放到黃金 那什麼叫做不理性的恐慌呢 不理性的恐慌叫做 蛤 股市在跌 那不行 那我一定要把能夠賣的都賣掉 連黃金都賣掉 拿來去斷頭 拿來去融資 目前的一個股票部位喔 所以整體的一個黃金 從一個正常理性的恐慌避險部位來看的話 永遠都是恐慌的時候黃金會上漲 那第二點呢 其實才是黃金主要上漲原因啦 叫做美元的貶值 美元一貶值 代表的是 美元本身就是一個避險資產 如果連美元都貶值 那麼唯一能夠避險的 只剩下黃金喔 所以目前啦 黃金整體還是創了七年的歷史新高喔 我從來沒有告訴大家要賣過黃金 就是大家 大概1530左右 就一直布局一直布局 跌下來那我就買 跌下來我就買 我的操作策略也一模一樣啊 只是買到後來 的確啦 這個 資金上有點困難 因為買太久了 我自己都不小心買太快 不小心快買完了 因為當時也覺得黃金不會在1530逗留太久 沒想到還逗留了大概一兩個禮拜之久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的話 黃金啊 仍然到了一個高水位水準 那未來仍然是前途無量 我敢跟各位保證喔 原因很簡單 因為黃金喔 本身 在整體的一個 美元貶值策略上啊 幾乎有必然的關係 因為黃金本身就是美元計價 未來啊 未來啊 我們都知道量化寬鬆的效用 還沒有呈現在美元上喔 連種會發了這麼多的錢 美元到現在都還是一個升值格局 那就代表著 當市場一不恐慌 美元的一個回扁速度 會非常非常的快速 美元一扁 美元不值錢 黃金就開始之前了 那我提供給各位啊 那當然昨天油價啊 暴跌11%的原因 其實 因為在週末的時候已經漲了 大概50%之多了 所以昨天就算暴跌11% 基本上整體的一個 一週的一個 週漲幅來看還是很亮眼的喔 那 最近暴跌跟各位提過嘛 主要是因為 週一的一個原油 談判會議啊 還是延後了 現在大概在25塊到35塊左右啊 包括西德州原油 布蘭特原油 都在這期中做一些震盪喔 但油價本身啊 能否快速的上升呢 第一個喔 來自於 攻擊面是否釋出一些消息 然後這個比較屬於 短期投資者的一個操作喔 那以中長期投資者來看喔 你永遠啊 永遠都要關注 到底全球的需求 什麼時候會回復 如果你預估在第三季 第四季回復喔 那麼的確啊 第二季就是一個很好的一個佈局點 但是各位一定要記住喔 不要去買政惡好不好 風險還是太大 那溢價幅度太高了啦 不是很建議各位一定要從ETF著手啊 你去從石油乾煉股著手也可以 你雖然槓感性比較沒有那麼高喔 那還比較保險嘛 不會倒 台數不會倒 對吧 台數化也不會倒 對不對 南亞也不會倒啊 好 中壹每股市價指數的一個表現啊 這個 到中指數是暴漲1627.7.738 收在22679點 標普外指數上漲175.03點 7.03%收在2663點 那大家指數暴漲540點 15點 7.33%收在7913點 Facebook倒極指數暴漲149點 84點 10點 38%收在1592點喔 整體 然後最亮眼的一定要跟各位提一下 因為我在今天的財經號角也會跟各位來說明喔 波音在週一的時候居然狂飆了19.47% 波音整體跌幅喔 從... 美股啊 開始爆發新冠肺炎疫情之後呢 跌幅大概60% 你要知道 我們的華航也差不多跌個25%左右 波音一加就跌了60% 那昨天呢是一度狂漲了19.47% 來到148.77美元喔 那時候跌破100美元的時候啊 巴菲特就忍不住強勁了 可惜 他在上漲的前幾天 挺損了喔 所以公司贏得的價值啊 目前整體的一個這個 軍事訂單呢 因為受到8470萬美元的一個訂單啊 所以也順利的抬升了目前波音的股價 那當然是美國國家隊的一個幫助啦 那華爾街目前分析喔 雖然雖然 股市是進入一個打底狀態 但是實體的經濟表現一定會很慘 目前經濟數據預估啊 第二季的失業率大概會12%到13%左右 優於預期 好本來預估會到20%優於預期 但是經濟萎縮可能整體幅度 會萎縮來到30%喔 好 台股昨天整體的一個表現 雖然大漲155點 收在9818點 但是 但是 昨天外招啊 外資也才買22億而已喔 所以 台股啊 這一段時間 大家應該非常有感覺啊 就是一些黑手 主力來進行大規模的股市抬升 持續抬升的一個結果 就是讓這些籌碼 都集中在我們身上 也就是說 我們現在期待什麼 現在期待的唯一一點就是 就是等待全球經濟局勢的一個穩定 全球經濟局勢放緩之後 外資的系統單 程式單 就會慢慢的回來 來開始接我們的貨 開始進行換手嘛 這個是整體投資人 大家都公開的秘密喔 這是公開的一個操作策略啊 就是說 我們都知道現在錢都在我們手上 都在台灣人手上 那現在等的是什麼 等的就是外資歸電 把我們的股票啊 轉到他們身上 其實就是這樣的一個趨勢而已喔 所以整體未來股市動能 能否向上啊 現在只看一點了喔 就是外資 或者說整體國際經濟局勢啊 什麼時候需求開始回穩 當然當然 你說本土的消息面 有沒有可能衝擊 一定有啦 你說台灣在爆發一個社區感染 那股市也必跌啊 就是說整體的跌幅 不可能 不可能再產生大規模的暴跌 或者無止境的暴跌 原因是因為 整體的一個影響啊 其實其實其實 頂多也是這樣啊 就是說 就算爆發社區感染 那基本上政府的一個措施 也是立即封鎖 一片地區或一間醫院吧 所以 受影響的一個傷害還是有限的 因為台灣 從一個總體 角度來看的話 至少疫情的一個 爆發後的一個恐怖性 已經不會比國外來的慘烈了 對不對 這個是一個 一個比較總觀的一個預估啊 當然也說不準 我不是專業的 好 那我們要看一下 鴻海在三月份營收的一個表現 昨天鴻海公佈了三月份 合併營收是3476.54億 越增進 越增量 越營收大概是六成 這是符合市場的一個預期 當然 年減仍然是7.7% 那鴻海在三月份營收 比二月份營收這麼快的一個原因 來自於 第一個是 中國大陸工廠復工率的一個快速拉高 加上 飛瓶星機以及遊戲機的拉火動能強姦 同步的推升的營收 雖然蘋果 在國外都不開店 可是呢 遊戲機還是開的 那鴻海雖然總體的一個合併營收 首季 第一季是9296億 季減是47% 所以整體衰退的幅度 其實對照2019年 還是衰退非常多 年減率是12% 也是六年來同期的低點 但是但是 因為外資啊 對於整體鴻海的一個看法 早就已經下調了 所以對鴻海的一個 整體的一個股市影響 其實不會這麼大 那比較特別的一點是 鴻海已經公佈說 其實早在三月中旬啊 鴻海的大陸廠區就已經全面復工了 這是至少是一個 好消息 好消息 其實鴻海復工的速度 比我們想像中的還要快很多 那當然 今天我們特別來探討一下 全球 有沒有可能 因為這一次的新冠疫情啊 陷入一個通縮格局 我們之前提過一個話題 我說 今年央行啊 不只是我國央行 包括聯準會 英國央行 大陸央行 其實全球的央行 都在大量的釋出貨幣寬鬆政策 這個貨幣寬鬆政策啊 有的是直接投錢 有的是財政設計計劃 有的是從降低利率 甚至有的是從這個 直接發放消費券 像美國這樣子 或者說變相這樣子 比如說人行的方式啊 簡單來講是市面上一定會有很多錢出現 但是市面上很多錢出現啊 大家反而擔心的是 通縮的一個夢魘有沒有可能來臨喔 從原理上來講啊 各位要知道 市面上的錢越多 代表的是 所有東西都必須要上漲 為什麼 因為錢跟整體的一個價值啊 會有一定的一個相對關係 比如說市面上錢越來越多啊 我的麥克風 我的西裝 我的外套 基本上就要慢慢的上漲 這個是有一點的時間lake效應 就有點時間研製效應 但遲早都會影響到 但是如果你深究原因就會發現啊 為什麼世界各國的央行 要釋放出這麼多錢到市面上啊 最直觀的原因就是因為 現在是一個通縮障態啊 我們的手機 我們的滑鼠 我們的麥克風啊 價格都在快速的萎縮 都要越來越便宜 因為沒有人要買 所以它必須釋放出很多的資金 跑到我們的一個實際的物品上 來拉抬本身的一個物價 然後各位會覺得 有一點奇怪了 就是說 怎麼可能市面上的錢越來越多 但是 整體的一個價值啊 衰退的幅度啊 比市面上錢增加的幅度還要來得快 那是因為 之前我們也提過這個話題喔 全世界的資產啊 其實跟它的貨幣量是不匹配的 我舉一個簡單的例子喔 比如說 紅海一檔股票啊 從二十塊錢啊 漲到了一百塊錢 裡面有八十塊的價差 那這八十塊真的都是用錢買出來的嗎 你說 照原理來看好像是耶 對啊 因為八十塊對啊 我就是二十塊 我買了二十一塊 二十二塊 二十五塊 三十塊 四十塊 所以我一路買買買買買買 買到了一百塊啊 所以我應該有八十塊的貨幣啊 是流通在市面上的 我才能買 才能夠買得到 目前的紅海股票啊 但是我們更仔細去想一想啊 股票是 每一股都完全流通的嗎 其實沒有喔 有些股票啊 在我們身上 有些股票在大股東身上啊 我們後來就會發現啊 其實如果市面上 只有一張紅海股票 其他人都不賣的話 那麼我只要花一次一百塊 我就買到了紅海啊 所以等於是我用一個人的一個力量 我就把紅海實際的一個資產啊 快速的從二十塊提升到一百塊了 其他股票 其他人都沒有花這個錢啊 這就是實際上我們的資產價格 離我們的貨幣量啊 那麼遠的因素 現在所有的資產價格啊 是遠遠高於目前的一個貨幣總額的 所以貨幣印的再多啊 你仍然抵不了資產價格 快速下跌的一個速度 原因就在於啊 現在實際上我們看到的資產價格啊 本身啊 就比貨幣還要多很多 這個就是實際上的一個因素啊 因為大家對這個問題 我發現我的官朋友 對這種原理的一個問題啊 非常的有興趣 在這邊啊 提供給各位做一些想法 和借進啊 那當然啊 當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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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次聯準會啊 他所釋放出這麼多的一個貨幣 他的目的咧 他的目的真的是想要讓我們從通縮變成通膨嗎 其實這也不是他的一個主要目的 只是他考量的第一個範疇而已 為什麼呢 聯準會已經非常非常的清楚啊 我們現在從事後論來看了 當時他這麼短的時間內啊 甚至很多經濟學家和投資者啊 分析師都認為 有必要放這麼多錢嗎 有必要這麼恐慌嗎 其實我回頭來看 聯準會其實在事前 就已經知道經濟衰退 以及整體金融市場所造成的恐慌性 所以他才在這麼短的時間內 大量的試出資金 為什麼他要這麼快呢 因為他從08年學到了教訓 有時候企業本身不是真的 有問題他會倒閉 或者說企業本身競爭力不夠他會倒閉 而來自於他本身的流動性出現了問題 我舉個例子啊 比如說 我們都知道台積電是一個非常優良的企業 但是呢 有一天台積電發現自己的一個現金流量 不小心花完了 可是我們都知道台積電有能力啊 是一個很良好的一個企業啊 那這個時候啊 一家良好的企業都有可能因為本身的財務危機而倒閉 那政府要做的事就是幫助這些有能力的企業 維持本身的現金流營運 造成流動性風險的一個瓦解 這樣的一個狀況就可以避免啊 企業的連鎖反應 最後牽扯到銀行的倒閉 這個是聯總會最主要最主號 當時釋放出這麼多資金的一個緣故 那現在聯總會太多是不是有轉變 有 因為聯總會本身和財政部已經合作了 釋放了兩兆美元的一個刺激經濟法案 每個人就發兩千塊 這個兩千塊就已經不是說 為了要瓦解這個 為了要瓦解流動性危機 它的目的其實就是 直到經濟衰退要來的 我盡量盡量 不要讓我們這麼快的進入通縮 我盡量為我們的疫苗 為我們的一個疫情控制 爭取一點時間 大家多少花一點 多少花一點 讓經濟不要這麼快進入衰退 同時只要疫情提早結束 那麼股市很快就會回溫 經濟很快就會回溫 這個是聯總會目前的一個盤算 就供各位做一些參考了 好這個殲6說 早安想請問如果預期美金 在疫情趨緩之後會貶值 手上有美金計價投資產品 是否也會受到影響 謝謝 的確的確的確 如果如果你是以美金計價投資產品 最後最終是想要換回台幣的話 的確從一個長期角度來看的話 會受到影響 因為美元貶值你換回來台幣就變少了 所以在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我個人認為 我個人認為其實 如果你是做一種長期投資的話 其實就沒有管那麼多 因為你去持有美元計價投資產品 我猜啦我猜啦 大概就美元定存或者美元保單 那原因的原因 主要的原因就是他們的利率比較高 對不對 所以如果從長期角度來看的話 你其實也不用急著要看喔 看這些美金計價的投資產品 是否有直接變換成台幣 你也可以要求你的一個投資員 說你就持續來進行其他美元的一個投資 那麼就不會受到美元匯率的影響 原因很簡單喔 匯率的風險一直都在 那如果你很執意的去對賭 這個匯率上的一個價差的話 那麼就沒有其必要 你不如啊 就做一些更超長期的投資 你美金換回來了 你不要換成台幣啊 你持續的拿美金來進行第二輪的投資 一直到一直到 你所賺到的這些負利價差 已經遠遠打敗匯率的時候 你再來進行贖回 這是比較好的一個方式 提供給各位喔 石化類股 聽Chang說喔 石化類股台化台塑化 在相對平一價建議投資嗎 其實從中長期角度來看 一定有價差方案 但要記住喔 台化台塑化 本身在折利率過去看10年 你會發現啊 從1%到5%都有 所以他不適合這種 超級超長期的投資 為什麼 不適合拿來你當退休族 退休族來使用啊 因為 他每年給你配息就不是很多嘛 你沒有穩定的現金流啊 所以 純粹是賺取一些 波段上的一些價差 那記住喔 記住喔 油價現在是個 要高不高要低不低的狀態 因為來個裂空因素啊 都有可能再回跌20塊以下 因為曾經跌過20塊以下啊 對不對 所以 個人建議啊 一定要分批入局 這個分批入局啊 要從計來思考 就是你要從 三個月 來做一些思考 你該怎麼佈局 不要從什麼一兩個禮拜 不然 告訴我這個股票又繼續跌下來 你沒有錢繼續來做佈局的話 心裡會很難過 提供給各位 好 早上九點鐘不好意思 有些問題沒有回答到 待會就在 訊息當中 來跟各位做回應囉 感謝各位今天的參與 我們就明天早上八點半 再相見了 拜拜